学校进行徒步训练 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 就完成一次运动量 现在有俩地点 分别是A和B 朱小白若从A出发 那第一次走到了B 第二次再回到A 第三次又过去 第四次又回来 一次类推 会发现他完成基数次时都到B 而偶数次时都回到A 如果朱小白不是从A出发 而是从B出发 同样写出过程 那他完成基数次时都到了A 而偶数次时都回到了B 前后对比一下 之前第基数次都是到达B 而起点变化后 第基数次都是到达A了 至于第偶数次的结果 两者也正好相反 因此起点不同 结果也不同 你在做题时 千万别看错起点 如果地点变成三个 分别是ABC 那完成一次运动量 就只能走到I着的地点 比方说朱小白从B出发 第一次就可以去A或C 如果他去A 第二次只能回到B 如果他去C 第二次还是只能回到B 看来不管第一次去的是A还是C 第二次都得回到B 接着再看第三次 还是既能去A 也能去C 但无论去的是A还是C 第四次都得回到B 由此可见 不管怎么走 像第二次 第四次 第六次 这种偶数次的情况 朱小白都会回到B 而像第一次 第三次 第五次 这种基数次的情况 就不确定了 既有可能去A 也有可能去C 再举个例子 如果地点变成四个 分别是ABCD 如果朱小白还是从B出发 第一次可以去A C或D 但无论去哪儿 第二次一定只能回到B 第三次 也可以去A C或D 但无论去哪儿 第四次还是只能回到B 以此类推 不难发现 朱小白偶数次后都回到了B 极数次则可能去A C或D 以上就是极偶性的应用 只要你试着写几次 找到其中的规律 就能解决问题 不过 你自己在写的时候 可得小心 千万别把出发点搞错了 不然结果可就反了 现在问题来了 朱小白从A出发 第一次到B 第二次回到A 第三次再到B 那第三十九次时 它在哪儿呢